哈喽大家好 我是徐老师 相信你们都知道 我自己戴美瞳的时间 跟我的年龄一样长 已经整整16年了 那今天徐老师就用我的大眼睛 来告诉大家 我自己最喜欢用的四款日抛美瞳 首先第一个牌子是来自日本的Leo Moon 他们家的款式全都是轻微混血的款 上妆戴它特别的漂亮 我今天眼睛上戴的这个颜色 是他们家的Water Water 可以说是最火的色号了 它外面是一层蓝色 然后里面是棕色 看起来整个眼睛像一个玻璃珠子 非常的深邃 其实他们家其他的颜色 像什么Cream Beige 还有什么Skin Beige Skin 这种也都非常的漂亮 每一个我都很喜欢 但对我来说 它戴的直径稍微有点点大 因为我的眼睛有点小 不愿意承认 第二个牌子叫Revia 给大家看一下 我用到盒子都没了 Revia也是一个日本的美同品牌 我觉得它是Leo Moon的清淡版 我给大家安利的是他们家的当家色号 叫做Mist Iris 翻译过来就是你的眼睛像迷雾一般迷人 因为它外面是一层青灰色 里面是浅棕色 你戴进眼睛里就好像 天生眼睛就戴这种纹路 非常的 但是它有个缺点是 含水量太高了 你刚开始戴的时候会觉得 哇 好舒服 一整天下去你就会觉得 哇 它在吸我眼睛里面的水分 下面这个牌子叫做丑丑 相对前两个品牌呢 是混血感最强的 他们家的颜色特别的多 我只选了其中三种 我觉得混血感最强的 这个就是你外表看起来是你萌黄嘛 但实际上你戴着眼睛上 它有一点点发绿 但是又非常的自然 很特别吧 这个就是他们家最火的色号了 叫做Fresh Lime 然后这个蓝色呢叫Baby Blue 它这个蓝色有点太浅了 我觉得不是很日常 这个Milky Peach 它外表看起来呢是粉红色的 但实际上你戴上眼 其实还蛮可爱蛮自然的 但它有一个bug 就是它的舒适度没有做得特别的好 上眼久了会觉得它有一点点磨眼球 最后就是这个绿不拉击的啦 这个牌子我不会读 因为是我同事送给我的 那它送给我的这个颜色是琉璃灰 听起来是不是很高端 它真的很漂亮 外圈是浅浅的灰色 里面是一层浅金色 戴起来有笑皮可爱的感觉 但是它的混血感超级强 因为它颜色特别特别的浅嘛 如果你搭配很重很欧美的眼妆的话 戴它就超级超级的漂亮 好啦我最爱用的四款日泡美瞳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 最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为什么用日泡 是因为我眼睛的度数很浅 平时我是戴零度数的 也就是说我日常其实是没有戴美瞳的习惯 只有拍照的时候才用 日泡和其他的美瞳相比起来它会更卫生 但是它也更薄配戴起来不是很方便很容易 就是粘到手上戴不上去啊或者划片啊等等 所以大家习惯习惯就好啦 那今天分享到这里就结束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喜欢的美瞳 欢迎在留言区给我交作业哦 给我种一下草吧 我想买一些新的美瞳 关注深夜徐老师 做一个眼睛会放电的女孩 电到了吗